今天教你们做一个照片滑滑梯视频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效果吧 来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给它关掉 开始教你们去制作了 首先第一步我们也是点击开始创作 打开解印后点击开始创作 然后导入一段我们准备好的素材 这个素材怎么样去找的话 前面都有教了很多遍了 点击添加前面的视频先去学一下 这个素材的话是在抖音放大镜里面输入叫学景素材 就有很多类似的 那么这个素材进来之后 如果你的素材有原声 你不想要它这个声音的话 我们记住第一步把原声给它关闭 原声关闭之后 我们点击添加音频 抖音收藏 然后重新添加给我们想要的音乐 点击下这个使用 对如果你喜欢这个音乐 你也可以去找这个音乐 就是输入其中一句歌词 你就可以找得到 比如说那个飘雪的什么 是不是啊 就输入这几句歌词 在放大镜那里 也可以去找到这个歌曲名字的 找到这个歌曲的 然后这时候我们也 是不是音乐过长 我们把白色时间走 放到视频条 刚刚好结尾的地方 我们点击这里的分割 然后后面这一段多余的音乐 我们给它删除掉 好 那么紧接着照片和音乐对齐了 我们点击返回键 然后这里有一个画中画 点击画中画 新增画中画 导入一张我们已经做好的绿幕照片 或者你们用那个每次 抠好图的照片也可以的 选中它 点击添加 添加进来之后 然后我们这里 先把绿幕给它去除掉 点击这里一个叫色度抠图 然后这里是为了一个取色器 取色器给它挪动到绿色的位置 我们点击强度 强度挪动到100 第二个阴影 我们又给它挪动到100 但是同学们 打一个对购 我这里要给大家去讲一讲 同学们 如果你们有一些照片的话 它用绿幕抠图 抠的不太好 你就可以用什么 每一侧这些去抠都可以的 好不好 好 那么这时候来 我们抠好图了之后 还有一个手机边框 我们点击这个 蒙版功能里面的圆形 圆形 点击圆形之后 然后这个小姐姐 她没有整个被造主 所以说把这两个箭头 稍微往上挪一挪 好不好 然后这里没有包满的话 我们同样的是把这个箭头 也可以稍微给它放大一点点 然后下面这两个箭头一定要拉 它是羽化值 就羽化 就为了让素材 以素材之间过渡的更好 所以说羽化 我们一定要拉一拉 那一点点羽化值 融图融好了 我们打一个对钩 是不是 打完对钩以后 那么这张照片 同样的是没有和视频一样的长度 所以说我们选中这张照片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白边 对不对 我们把白边给它往后面去挪 挪到和这个视频对齐了 看没有 已经对齐了 那么接下来 我就要让照片动起来了 动起来 我要用到关键针了 那么啥叫关键针 来 你肯定这样找不到的 我们选中这张绿色照片之后 这里有个小加号 它就叫关键针了 好不好 小加号打好关键针之后呢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把这个 一开始开头这个位置 打了关键针之后 那我干嘛 我把小姐姐可以给它放到 我给它放到这个位置来 看没有放到这个位置来 也就是说上面这个位置 放边一点吧 好 第二个动作 同学们 我们把白色时间走 挪动到 也就是这上面 有显示到 4.5秒左右的位置 看没有 这里4.5秒左右的位置 来 我这时候在这里 我再给它打一个关键针 同学们 这里又点个小加号 打了关键针之后 它这里就会出现 红色三角形 红色的这个菱形 就叫关键针 已经打好了 打好之后 把这个照片 给它挪动到这个位置 挪动到这个位置 然后紧接着 我把这个照片 又滑动到尾巴的位置 看没有 滑动到尾巴的位置 我再打一个关键针 接着我把照片 给它往下挪 挪到这里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效果先 是不是动起来了 那么紧接着 我要再做几个小姐姐 就是选中 这个小姐姐之后 后面下方工具栏 最尾巴这里 有一个叫做 复制的功能 我们点击复制 复制完之后 然后我要把小姐姐 拖下来 我要摁住它 变颜色以后 然后才能拖得动 摁住它往前拉 拉到哪里 拉到和前面 这张照片 也不要完全对齐 差一点点 我们要错位对接 好不好 错位的位置 好 那么错位了 是不是 这样错位对接了 那么错位对接以后 那么照片 到尾巴的位置 男同学们 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他打一个关键针 对齐照片尾巴 打一个关键针 打了关键针之后 那么前面 后面是不是有一部分多余的 我们直接按住它 给它往前推就好了 好吧 往前推就好了 你看一下 这时候 是不是 往前推就好了 那么同学们 你们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如果这样的话 你做的不是很准 因为 视频的话 如果你这样看起来好像准 但是其实没有准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稍微给它放大一点点 这个视频 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 后面是不是 其实它还差了一点点 所以说我们这张照片 可以稍微给它拉长一点点 这时候两个小姐姐 到尾巴的时候 都一直在一起的 要不然就会出现 走着走着 只有一个小姐姐 对不对 好 那么紧接着 做好这里之后 是不是 小姐姐被挡住了 有一个 那我们点击这里的 层级功能 点击层级 层级点好以后 我点一个1 卡秒 打一个对够 这时候小姐姐 脸是不是没被挡住了 那么紧接着下面 下面 四层照片都一样的 我们选中这个小姐姐 同样的是 给它找到复制功能 来 复制 复制完之后 我摁住它 往前拖 拖到哪里 同样的 跟前面一样的 我们拖到前面 去错位对接 往前拖 一定要摁住 它才拖得动 同学们 到这里 是不是错位对接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 也就差不多 这样的位置 错位对接的位置 然后紧接着到后面来 后面来之后 我们同样的是 在照片尾巴的位置 看到 尾巴的位置 我同样的 在这里给它 选中照片之后 点一个小加号 关键证给它打上 打上之后 后面这多余的 我就摁住它 然后给它挪动到这里来 看到 对齐就好了 那么再次 我们再次选中一下层级 然后选择第一层 打一个对勾 接下来 这几个都是一样的了 我又选中第一层小姐姐 来 我找到我的尾巴的复制功能 按住 挪下来 往前拖 往前拖 拖到哪里 同样的 拖到前面 去错位对接 不要完全对齐 好 因为照片拉 被我放得有点大 所以说 你们拉起来 稍微稍微就是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方便 好 到这里 OK 又对齐了 对不对 再互对一点点 好 那么这时候 同样的在照片尾巴的位置 找到尾巴的位置 我们再来 再来好 再来选中它尾巴的位置 一定要对齐尾巴同学们 我们选中下面这张照片 给它打一个小加号 小加号打好以后 那么后面这个 我再次给它挪动到前面 不要过了 你看没有 不要过了 挪动到这里 去对齐就好了 然后同样的 再次点击成级功能 成级 我们点击第一层 打一个对勾 那么就四个小姐姐了 再来第五个 同样的 复制第一层小姐姐 好不好 选中它之后 找到复制功能 复制 复制完之后 按住它 往下挪 挪到前面 同样的同学们 这个有点 就有点难挪 对不对 因为照片稍微有点长了 我们按住它 往前挪 挪到这里去 对 错位对接 不是完全对齐 看没有 像一个 像一个梯田一样 看没有 梯形 然后对齐 然后这里同样的是 到尾巴的位置 我们把白色时间走 放到这里 再次放到尾巴 对齐的位置 我们再次选中 下面这个小姐姐 点击个小加号 那么这时候 后面这样照片 同样的多余了 我们给它搜回去 好不好 我们给它搜到 搜到这个 这个关键证的位置 刚好结束的位置 来 还差一点点 是不是 OK 对齐了之后 下面这个同样的是 层级 我们给它选成第一层 反正下面负责的 四个小姐姐 都是一样的操作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效果先 稍微现在 我可以给它 缩短 缩小一点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 照片像滑滑 这样滑下来了 那么同样的 在前面这里 同学们 这时候 我们要把白色实验轴 螺动到刚刚开头的 这个素材 刚刚开头 主线的位置 我点击画中画 然后去再次导入 这个小姐姐 点击添加 添加进来之后 同样的 我们要去抠图 来找到下面的 摄度抠图功能 我们同样的是把取色器 看没有 中间这个小方块 我们放到绿色的位置 我们点击强度 给它挪动到100 阴影也是挪动到100 好不好 挪动到100之后 打一个对勾 那么找到我们的蒙板 把这个手机边框 给它去除掉 点击蒙圆形 然后这个小姐姐 同样的是 看没有 我要给它调整一下 反正把整个小姐姐 都给它包进来 然后下面这两个箭头 语画一定要拉一点点 不要拉太多 拉一点点 来 打一个对勾 那么这时候小姐姐 它其实有点 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那我们可以稍微 给它放大一点点 手指 通过手指扩大方式 给它放大一点点 这么大 OK了 根据你们自己的欣赏 来放大到这里之后 第一个 这里同学们 这张照片 它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我们对齐下面这个 就刚刚和下面这个接 刚刚和下面这张照片 连接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么这时候 这张照片开头的位置 我们给它打一个关键针 然后紧接着尾 紧接着尾巴的位置 我再给它打一个关键针 打好关键针之后 我要 前面我就不动它 后面尾巴 这个关键针的位置 我首先第一个 我要把小姐姐 给它缩小一点 你看没有 我给它捏合 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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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到这么小之后 然后点击混合模式 把不透明度给它调到0 因为我要让它走着走着 便消失不见 好不好 所以不透明度 调成0之后 打一个对勾 那么这个视频就做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效果 好不好 好 好 同学们 你们学会了吗 没有学会的话 就多看几遍 这个视频稍微 就是有一点点复杂 好不好 那我们 那同学们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好不好 下一节课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